好,我們再繼續了 先切畫面分享 接下來我們先來處理一下有關介面的部分 UI 的部分 我們先處理這個寫量跟小地圖這些 好,所以在這邊我再建一個資料夾 專門用來放我們的介面 所以我把它叫做UI User Interface 那UI 的部分通常我們現在在關卡這邊 會有一個就是 反正就是用來放小地圖跟寫條的東西 那所以我就 CREATE 然後User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 Wager Blueprint 好,那這邊我們把它 叫什麼呢 好吧,就叫UI 就把它叫UI Widget OK,然後我們打開這個UI Widget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它的 這個UI的設計畫面 那 好,我們這邊先大概看一下 我習慣上會把它 它現在是用720 我這邊會設到1080 HD這一項 其實兩個大小比例 事實上是完完全全一樣 那但是因為UI的這個大小呢 它是以像素計算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電腦螢幕 都已經是1920x1080了 所以我這邊就把它先選成這個項目 好,那我們看到的這個虛線框 當然就是我們的UI的整個範圍 那我們先處理寫條的部分好了 好,所以寫條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會有一個文字 就是我把這個textbox先拉進來 那這邊我們就把它取名叫Health 就是我們的血量 或者你要叫做Blood 而且都沒有關係 然後這邊它的外觀的部分 顏色暫時我保留是白色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效果 那字型的部分 當然預設的字型 只有一種可以選 那我們就先不去動它 但是我把字的大小的部分 先稍微調大一點 稍微調大一點 好,那所以這邊就會顯示 Health這樣子的字 然後血量條本身 它是一個progress bar 這一個項目 那我把這一項拉進來 好,那配合這邊 其實我們有一些對齊的指令 但是這邊我就不特別去對齊 反正就是肉眼觀察 大致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距就好了 好,那先弄好這幾項之後 我就先把它存檔 先存檔 然後我們先處理 讓它能夠顯示在關卡上面 這件事情 那我們還是暫時先用我們的 這個測試關卡 所以我們打開我們的 Level Blueprint 那在這邊加上一個 Begin Play Begin Play這個事件 那所有的Widget處理的步驟 都很標準 兩個指令 第一個 Create Widget Create Widget 然後第二步 Add to Viewport 第一個步驟是建立 我們那個介面的這些元件 然後第二個步驟 就把這個建立好的東西 丟到我們目前的觀景窗 目前的Viewport上 那所以它的Target這邊也要連上 這個也連上去 然後Class這邊就是選擇 我們的這個Widget 所以就是UI Widget 好,事情還沒完 這個剛開始的時候很容易漏掉的 那 OnlyPlayer 指的是 它的 控制 的部分 所以要 要連到我們的PlayerController 好 所以 GetPlayerController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透過我們的 滑鼠或者鍵盤 來 來控制我們的UI介面 那所以這邊先存檔 好 然後 回到這邊 我們現在Player下去來看 好 那我們就看到在畫面上 就有這個 介面顯示在這個地方了 好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要替 我們的玩家角色 真正的加上血量 好 所以我們這邊先Start 好 那找到我們的玩家角色 所以我們要去找薰碧了 好 在薰碧這邊 好 所以 在薰碧的Blueprint 我們要替它加一個變數 所以在Variable這邊 好 按下這個加號 好 我們加上一個Health 這個變數 來代表薰碧的血量 好 所以這個東西它必須是一個浮點數 Float 好 然後我們Compile 好 那Compile完之後 我們把 它的 初值 設成1 好 因為ProgressBar 就我們的這個 寫條這邊 它滿寫是1.0 那全部沒有寫 就變成是0.0 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 把這個寫條 跟薰碧去做連結 好 所以在 在這一個 ProgressBar的項目的部分 好 在Progress這邊的 % 後面 按下Buy的 連結它 Create Binding 那所以這邊 我們就要先 Get我們的 呃 玩家叫 這個 對 好 然後 因為它的 血量 是在它的 Blueprint 這邊 那 所以我們要把它 Cast to should be 然後 Cast 成功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Get 它的 Health 這個 血量值 那 這邊 OK 之後 我們再把 這個地方 應該 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 從這邊 連到 這個 這個 Cast 然後 從這邊 它的 要回傳的 值 要回到這個 數值這邊 好 然後 這邊 這樣子連過來 OK 好 那這樣子 就完成了 它的 生命值 這個 Binding 這邊 我們把它 Save OK 那我們再來 測試一下 按下 Play之後 好 現在我們看到 血量條 這邊 就變成是 藍色的 那就代表 我們的 這個 血量連結的部分 是成功的了 好 我們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 我們再來 來處理 呃 小地圖 的部分 好 先 休息一下 好